粉絲等到頸都長 麥進龍和謝安琪終於再推出合唱歌 還是首長達超過8分鐘的歌 Juno說因為覺得音樂不應該有一個規定的時間 所以如果將專輯好似一部電影的話 首歌就是電影裡面一個很長的鏡頭的畫 不過要唱一首這麼長的歌有沒有難度呢? 我覺得難度是在中間這個故事去到這裡 其實感情的表達 這首歌其實有幾次的節奏轉換 所以情感同一時間有幾個不同的階段 新歌也是延續之前歌曲裡面 董哲和婆銘心的故事 由2018年開始 兩位每年出一張合輯 到現在已經踏入第三年 Juno都有些感慨 其實是今年我們做The Elton的第三拍 亦是最後一部分 所以很開心能夠 好像時間飛逝 時間又來到最後這個中章 還滿滿了 沒關係 我們在 мамitation isa meat 所以表達